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教大家怎樣不需要生蛋都可以學到遺傳的一種方式 這個方式只是在珠子上看到 首先我們要先去買一個道具 首先我們來到的就是水系道館的... 這個...信事鳥包包 這裡好像有 好,來到信事鳥這個店之後我們進去買一個道具 這個道具就叫做... 模仿香草 剛好模仿香草之後 這裡做個例子 假設我們要做一隻馬利路賴 馬利路賴 好,試哪隻這隻 OK 然後我想遺傳這個... 復古給馬利路賴 正常來說應該要很多重的遺傳彈招式才可以學到 但現在只需要把馬利路賴攜帶著一個... 模仿香草 之後我們要洗走他一招技能 好 OK,我們使用忘記 然後忘記弱起 OK 然後就出去城鎮外的範圍 然後按野餐 好 當他開了野餐的區域出來之後就收回他 然後馬利路賴呢 你會看到他多了個復古 而且身上的模仿香草依然還會存在 但不知道這個是筆還是今集新增的一個功能 我們就... 不需要生蛋就可以得到一隻會復古的馬利路賴 當然如果有其他精靈都可以這樣做 並且記得收回這個模仿香草 這樣就OK了 整個偽喘的過程 OK 今次這個技巧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善用 而且也方便了大家 不需要生蛋去獲得這個蛋招式 OK,那下次再見了 各位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